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只股 如果你是有意识向我们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channel里面按这个join button参加会员 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们股了 第一个就是Hatta Hatta今天就不是很漂亮啊 下跌 这位股友呢就问什么时候可以买入 如果看买入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它在什么地方 有这个支撑 指跌回升的支撑 它的支撑 指射线 2.00 如果它有能力在2.00 指跌回升盘上去 可以买入 Deport的话 当然不要买入 Deport的话 它下一个支撑 就是200年均线 1.88 1.88 指跌回升盘上去 也是可以买入 Deport 1.88 这样的话就忘记它吧 Gatan Gatan它的主力线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在0.335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0.335 就是突破这整个除码盘 这个也是一个码头讯号 它的支撑就是200年均线 如果它又振回来 在200年均线 0.305 指跌回升盘上去 可以做反弹 但是如果它Deport 200年均线 0.305 指跌回升盘上去 这个就忘记它 第三个是PowerRoot PowerRoot的图就 不是很漂亮 它的筹码走地线 回这线跟蓝这线都在压出场 POC也是在压出场 POC也是在压出场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2.25 也就是这个 前高的这个 主力 这个是可以进场的 但是如果它Deport 1.95的这个条线 这筹码盘最低价 这个呢 要 赶紧的 买出去 不开风险 现在就看看方向吧 是看向上还是向下 然后再做一些 适合的操作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